哈喽你好我是Miss Ivy 今天的语文老师这样子情况啦 那么今天Miss Ivy呢会分享什么东西 给到大家一起来学习呢 今天Miss Ivy会分享啊 关于到为什么英文作文时常拿不到高分 因为语法常被扣分的缘故 so为什么语法会时常被扣分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话 Miss Ivy手上有一位学生 也是时常时常竟然point有得分 可是grammar却得到很很低分 so我们来看一下 中文的改法呢其实都很简单 就是由四种来评分 第一个叫content我们叫内容 第二个叫communicative achievement 这个叫沟通效果 OK来organizations我们叫组织结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for example我先刷了牙再换衣服 还是我先刷了牙再去学校 然后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organizations 你们的结构句子结构 OK来第四个就是我们所谓的language 也就是我们的语法啦 也就是看你们的grammar的部分 那么我们来往旁边一看 看到了我们的学生 第一个content拿到非常高分 老师非常的满意 可是有看到吗 communicative achievement organizations 还有包括language 都是拿到非常非常的偏低 那么来今天 我们可以巩固一些我们的grammar 来提升我们的language 那么该如何巩固呢 OK好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 其中这一个我们missiv要学习 关于到的是动词 几时动词后面要加ing呢 这是很多的学生问到missiv的 是否只有esmr was我而已呢 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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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话除了讲到动词后面要加ing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 就比如第一个我们有学到的是5f 你要记得 只要看到这个5个f 后面一定要加ing for example for from of before after 只要你看到 for from of before after 这个5个f 那么后面的动词一定要加ing 对了啦 so或者是讲到in on at by without ok when while during or through 这个后面的动词都要加ing 大家要记得哦 OK来这是其中这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注意 动词后面几时要加ing 那个就是我们的句子里面有两个动词 句子里有两个动词 而且它的动词还是重叠的 不是叫重叠 我们说说第一个动词和第二个动词是粘在一起的 怎么说呢 for example 今天missiv正在教书 对不对 so我们就可以写到 missiv start teaching the class missiv start teaching the class so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动词就是start 第二个的动词就是叫teaching so第一个动词和第二个动词连在一起的时候 第二个动词就要加什么呢 ing so大家要注意了 special case 2 来大家要注意 但是如果今天是用到phrases 我们所谓的词语 我们就要注意了 for example special case 1 look forward to going there or look forward to go there 给大家 好 so我们到底要不要加ing 还是不要加呢 老师图后面一定不要加ing 要放回原本词 是否又是对的呢 ok 好来大家 so答案我们是第一个 look forward to going there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look forward to 等于是叫期待 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生字 ok 那么来加去 go等于是叫去 so我很期待去 ok 好 so后面就要加ing了 因为第一个动词和第二个动词在一起 我们就要加ing remember哦 好来加去 next one 第三 第三我们就要看到 只要看到help make let or please 后面也是需要加ing 可是今天只要你看到这一些的时候 但是后面全部放回原本词 大家要注意起来 虽然他们是动词 但是后面需要放回原本词 大家要remember 好来加续 for example 老师给你们一些小小的tips 就叫 to help keep you warm and to help keeping you warm 哪一个才是正确的 答案是第一个 因为看到它 反是看到它 都要换回原本词 大家要remember哦 给大家好 第四个 当然就是 is and our words were ok is and our words were 很多学生都会告诉我 后面动词加ing 因为这个叫正在 没有错 你是对的 给大师的话 不一定is and our words were 后面是加ing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编成叫 past participle tense 用miss iv的讲法 就叫被动词 ok 用miss iv的讲法 就叫被动词 either你写en 或者是在ed在后面 for example 今天miss iv is writing 还是给好来 the poems is written by who 给好答案 我们都对 为什么呢 因为讲到 这两个 这两种 一正在写 第二个的意思是讲到 那个四个是被写的 so 被写和正在写 都是形成对的 so今天呢 miss iv要讲的东西 也就是说到 ok好 有什么grammar 在于动词的话 我们需要注意的 后面几时出现什么 才要加ing 比如第一个 我们就要看到 5f for from of before and after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 动词里面 有两个动词 连在一起 第二个的动词 就要加ing 好 第三 也就是看到 how make let and place 你要注意 虽然它们是动词 但是它们的 后面的动词 是放回原本词的 好 第四个 也就是 is mr what's word is mr what's word 后面除了 会放ing以外 也可以放的是 被动词 比如 right 好 来今天 miss iv的短短的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 一天一滴 学习得到 ok 好 慢慢的进步 那么你的语法 就会慢慢的 被老师 减少被扣分 好 今天 miss iv就是在这边 分享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你们可以来到我们下方留言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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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